数据显示 今年1月和2月份 中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289万辆 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是5.42万辆 占总交易量的5.3% 中心经纬报道 北京地区一些二手车商省称 不敢收新能源车 原因是车价降幅太大 摸不到底 去年售价14万的车型 今年猛降7万多 先前收购的二手车赔钱卖出 二手车商表示 一部新能源车七八万元 很多客户直接买新车 不会考虑二手车 电动车就是所谓新能源汽车 依靠电池的电力驱动 除了车价因素 电池残值难以评估 也影响到二手车交易 那续航是电池的硬仓 本来的车续航是400或500公里 那么你使用过3年5年之后 也就达到原来的60% 如果你再使用3年5年 也就达到原来的20% 如果你想继续使用 那你就得换电池处 上月 蔚来汽车董事长 李斌披露 中国蓄电池价格昂贵 而寿命短 蔚来8年 中国将有2000万辆电动车 更换电池 而电池价格更加昂贵 例如 在中国制造的特斯拉Model 3 更换一次电池价格是12.69万元 此时 一些车主考虑的是 换电池还是换车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 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中国新能源车的电池技术尚未成熟 而且新能源车的保险费 要比燃油车贵 二手车商还表示 国产电动汽车保值率不高 这个车原来价值是20万 开个五六年之后 你网数一卖 多说就给你个六七万块钱 你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夏敦侯 刘芳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